好莱坞奥斯卡影帝凯文史派西 涉嫌性侵庭案有新进展 现年50岁的拉普声称 当年14岁的他在26岁凯文史派西 位于纽约的住所参加一个派对之后 遭到对方性侵 入宾索长4000万美元 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陪审团 星期四裁定罪名不成立 史派西一直否认指控 代表律师指拉普编造有关的会面内容 因此要求陪审团驳回对方言论 拉普的律师则批评史派西做共识说谎 强调有需要就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陪审团经过退庭商议一个多小时后 达成裁决认定证据不足 法院因此驳回了这起 求偿4000万美元的民事诉讼 计划 计划 并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